大家好 我是唐启昂 我们来看一下双子座同学 2020年的下半年运势到底如何呢 2020年的上半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相信很多人的人生计划都被打乱了 对双子座来说也不例外 你们刚好就是一定要经历生死一瞬间的族群 所以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也好 工作当中也好 都面临了十足时的各种危机 这些危机也会让你看清楚了 比如说人性方面 人性的丑恶 人性的卑劣 或者是我们个性如此的不同 没有想到我们看事情的方法是这么的不一样 所以今年上半改变了很多的双子座的命运 我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不过这也让你可以割除你生命当中的肿瘤 我会用这样强烈的方法来形容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真的我们要永远地跟他告别 比如说那些不好的朋友 那些不对的伙伴 或者是被你看清楚真相的一些事情 人事物 可是甩掉了不好 是不是我们就会朝更好的方向前进呢 或者是当你理解了大家的个性如此不同 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种体会 接下来你可以当一个能够体贴他人 更懂别人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那样的人 那你就会成为全新的你跟更好的你 带着这样的觉知 我们走进了2020的下半 下半年最重要的星象就是火星了 火星这颗星整个下半年都在你的十一宫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强势 这意味着呢这很可能是你最有表现的地方哦 你最有表现的地方那就是人际关系了 这个火星即将带给你要跟三教九流互动的机会 而且你也不得不屈服于三教九流的威力哦 也就是在这个部分如果搞定的好 它会是你的一个新天地 在网路上的创业啦 亦或是呢跟网友的互动啦 或者是你的行业就算跟网路没关系 是不是也要考虑网路化呢 这些思维可能都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你的理念想法必须透过这方面的努力 才能更加的放松出去哦 所以人际关系的纷纷扰扰恐怕也是难免的 因为有很多人赞同你就会有很多人反对你 不过我希望所有的双子座 就是用心的在这段时间好好地帮自己拉票吧 你会发现赞同你的人有多少就意味着你是对的还是错的 这是七八两个月你会非常有感觉的事哦 有点像拉帮结派 赞同你的人越多就代表你越是对的或者力量越大哦 七月份还有一个重要的星象那就是天王星逆行了 对整个下半年天王星都在十二公里行了 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意味着呢暗中弄你的事情似乎变得比较少了 或者是你比较没有被命运牵引的一个顾忌哦 所以在这个下半年那些让你措手不及的事 那些让你绑手绑脚的事似乎比较松绑比较解开 所以双子座也可以透过下半年如果还觉得不顺 可能是我们有要自我检讨的地方 因为你已经不再那么的犯小人了 或者是那么的受命运牵制 那是不是就要自我省思呢 七八月还有一个重要的星象 就是太阳跟木土星会群聚在二八公的对决 这两个公位都是跟钱有关系 所以难免在七八两个月呢 要么就是有很大的合作案 或者是有很大笔的金钱要输出 或者是有很大笔的金钱要进入哦 这个完全看一个双子座 你有没有办法把危机变成转机哦 这个星象也意味着呢 难免跟银行系统或保险系统比较有一些联系哦 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你动念头想要理财 投资或者是办保险 或者是纾困等等 这方面的事情都跟双子相当有关 可以好好争取 到了九月十月火星开始逆行了 这个火星逆行也意味着呢 我们在社群或人际关系上呢 之前的造劲或者是用力的开发 这个时候就会有结果出现了哦 比如说你到底是累积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还是累积了很多的纷纷扰扰呢 在九月十月的时候你就会见真章了 而且九月十月还有一个重要的星象 就是星群来到了武宫 所以是武宫跟十一宫的对决 这两个宫位的对决呢 就会让双子座的人依然在风口浪尖上 你们可能会比过去更有表现性 更有吸睛力 然后或者是被迫更高调 这个星象几乎可以告诉我们 双子座是下半年的红人 或者是依然是大家视线上的焦点 而且你们的所有的一举一动 在别人的眼中都难免带有一种作秀的特质 那既然如此那何不就正式的秀了呢 所以咯下半年双子座同学 应该要让自己更亮丽 或者是更重视一下你的表现方式 或者是外形 这些都会让你的每一次亮相 激起了你想要的效果 接下来就是十一月十二月了 十一月十二月的一个重要主题 就是木星土星要准备移动了 我先讲不好的部分 不好的部分代表危机会到达顶点 也就是说那些让你很烦躁的事情 或者是让你必须要一直应付的 跟人性有关的波涛汹涌 可能会比过去更甚哦 所以如果上半年你已经在这样的能量场 那么我们可以说到了十一十二月 那更是危机重重的时刻 所以双子同学一定要hold住 可是往好的方向想 也代表你正准备脱胎换骨 正是因为这些极限的挑战 使你有机会化危机为转机 所以这一次的危机 到底会把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十一十二月是一个关键时刻 但更重要的是我要给你们一个展望 当木星土星一起进入九宫 其实它也是另一个好运的开始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你的心放下了 你不再纠结于过去的那些纷纷扰扰 自然它就影响不到你 第二个也可能代表 那些纷扰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因为你把它彻底的切除了 不再抱着期待就不再受伤 另外一个也可能运势开始变得好转起来 比如说那些危机已经消弭了 或者是你已经处在一个更自在的情况 过去很在意的事情忽然间变得云淡风轻 这是很高的境界哦 也是好运的开始 说到财运 那我要提醒一下双子座同学 你的偏财运其实是很不错的哟 不过这个财运好不好 也跟你的另一半或合作对象 或者是跟你相应的人 他认不认同你有关系 他认同你 我相信加薪啦 或者是产品大卖啦 指日可待哦 财运又怎么会不好呢 所以声望声量 有时候也是财运的原因 那更重要的很可能是天王星了 天王星下半年 逆行在我们的十二宫 而这个天王星十二宫的逆行意味着 有时候财运不是靠争取的 而是先奉献先付出 先奉献先付出 反而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别人是懂得回报你的 但是如果去争取的话 反而会得不到哦 双子座不妨试试看 感情方面呢 双子座同学怎么可能没有桃花呢 尤其是下半年哦 下半年的九月十月之间 新群来到你的武功 这也意味着 如果你没有对象的话 这段时间可是有遇到好对象的可能性哦 那也因为是你能见度很高 你有一些表现令人激赏 所以这些好对象就通通都出现了 因为对方很可能条件很不错 是笑花笑草级的人物 或者是你们的感情很高调 看起来很幸福 所以难免纷纷扰扰就比较多 因为你的过去也可能被起底 被检查检视 那很多人也会去回顾 你以前在感情方面的想法是什么 来提醒你的对象哦 能不能留住这个好桃花 就挺考验你过去处理感情的态度了 那当然也有可能前女友 前男友会出现 或者是就情复燃 也是蛮有机会的 就看双子怎么选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